人際相處行事說話 容易帶來不少的誤會和衝突 怎样可以溝通清楚 促進了解心法關係 在和人聊天或者回應上 特別是和家人 配偶相處 和同事和蓬佩一起工作之前 有什麼值得住的地方呢 雅各書一章十九字提醒話 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腦 提醒我們幾件事 第一是慢慢地說 慢慢地說 意味是經過大腦 沒經過思考才審慎講說 因為多言多語 難免有果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的 況且說話浮躁機人 好像刀刺入 智慧人的舌頭 卻為醫人的良藥 這裡是針言十二章十八節所說 能夠慢慢地說 能夠慢慢地說 慎言 可以減少無謂的糾紛和禍害 針言十三章十三章三節說 謹守口的得保生命 大張嘴的必至敗磨 實在的 謹守口如是的 就保守自己免受災難 這裡是針言十二章十三節所說 在歷史上和過去人過往經歷 不少有禍從口出的例子 夫妻相處之道 情況也是這樣 很多慢慢地說 經過過濾才細心表達 就能達成一句說話得合而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裡 針言十五章十節這裡說 有這樣的效果 慢慢地說 也都可以減少衝動 急躁魯莽 以及義氣用事 不是嗎 你見 語言急躁的人嗎 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 針言十九章十節這麼說 總之 謹慎的說話 思良如何表達才有智慧 才能夠達意清楚 有更造就人 建立人 那這個是慢慢地說的精意 第二 慢慢地動怒 意思不是本能地急速發作 要有約束自己的心態 針言十五章一節說 回答由和 使路消退 延似暴雷 觸動怒氣 確是很好的提示 對人的說話不要太敏感 而作出激烈的反應 而處事的態度 學習以冷靜 沉穩 柔和的表達 不穩 不勞 恰如其分 精簡的應對 正是智慧的表現 寡小語言的是有知識 性情溫良的是有聰明 如每人若靜默不言 也算為智慧 閉口不說 也可算為聰明 這是針言十七章 二十七、二十八節所說 原來 恆常忍耐可以勸動君亡 柔和的舌頭 能截斷骨頭 針言二五章十五節這樣說 能夠恆常忍耐 不輕易發脾氣動怒 而是經過三思 慢慢地恰切 柔和地回應 開口就發智慧 舌上 又仁慈的法則 這個正是針言三十一章 有六節的提示 正是抵消容易動怒之道 讓我們操練 慢慢地說 是經過細心思想 能夠謹慎的說話 要慢慢地動怒 就是控制好自己的脾氣 和情緒 約束己心 智慧又和地去表達 這樣 定能促進人的和諧 和深化彼此的關係